不过现在家长要哀哀叫了 看起来日子真的是越来越难过 除了学杂费寒涨之外 我们就来看看 行政院主寄处公布了上个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发现说东西越来越贵 比去年同期涨了1.39% 如果说以每个月消费支出 大概6万块钱来讲的话 外食费的部分就要多出144元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都涨了 像你到素食店的话买炸鸡 一块涨了5块钱 另外如果说去咖啡店 买茶饮来喝的话 现在是一壶装的 一壶的话涨价也涨了将近22% 还有像是汉堡也变向缩水了 有人说一个汉堡叫来吃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因为大小比一包番茄酱还要来得小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带你来看看 香酥炸鸡看了让人口水直流 只不过想吃一口荷包得多饕点了 21世纪风味馆 原本一块炸鸡45元 要涨到50元 涨幅11% 还有小朋友爱吃的洋葱圈 以及郁金香烤饭 通通涨5元 就连招牌烤土鸡 现在也要435块才吃得到 我觉得11%会不会涨太多了 如果太贵就不会买了 去年4月 油店双掌一提发酵后 物价有如做云霄飞车般直直标 不少人爱喝的星巴克 因应新政策 全台48家门市茶饮系列 本来一杯105元 现在改用壶计价 一壶要180元 足足涨了22% 还有摩斯的海洋珍珠宝 套餐要价140元 但看看这汉堡的size 竟然比一包番茄酱还要小 就有点夸张 因为薪水就真的是 没什么变动 就是家里自己要离 会比较深 对吧 就是外食会比较少 主机处公布上个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 其中外食类 从去年5月以来 已经连11个月 增幅超过2% 外食光一个月 就要多付144元 对小老百姓来说 生活真的越来越难过 35块 历时分谈不到 对小老百姓来说